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总 嗨 刘总 他来干什么 我来给大家送下半年的合作计划 我们不会再有合作了 为什么呀 咱们合作的不是很愉快吗 你很愉快 我很难受 我知道 第一天的新闻让您心里不舒服了 它那些都是设备的问题 我在这里再次跟您道歉 我只接受事前的精益求精 不接受事后的赔礼道歉 可是后面的新闻 我们做的很精益求精啊 但是第一天 你们就让我倒了胃口 哎呀 就那么一点点小小的错误 刘总您就原谅我们一次嘛 一点点 这两张指什么区别呀 一点点的区别 这才是区别 刘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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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笔钱是行贿的钱 一旦有关部门查识 还是会被追缴 对 同时相关人员 还有被追究法律责任的 是 是什么事 行行行行 本来我想得挺好 来了哪笔钱 给我洗手换个新车 钱得好呢 再给还我行了 实在对不起各位 如果不是这笔钱 俩路有问题的话 我一定会用来还债 但是现在我只能这么处理 我认为啊 欧凯哥一定在别的地方 还给你留了钱 真的没有 那要不你再找着 他万一找出来了 对啊 万一要找出来了呢 我要没猜错的话 蒋俊豪应该已经翻了个遍吧 就差绝地三尺了 真别说 这花人我还真挖过 确实没有 何止刨花园 楼上楼下都翻过了 有收获吗 没收获 不是说好在黄金时间吗 林渡家居副总裁的采访在哪儿啊 说好的两分五十二秒呢 今天真的是情况特殊 你怎么能骗我呢 我也没有想过 我们没有骗你啊 你们答应要配合我们宣传的啊 对啊 我们答应对林渡家居购物节 进行新闻报道 但是报道的角度方式 还有新闻的时长位置 是我们说的算呢 白羊 还有事儿 林叫了 我对她的了解呢 她也不是针对你 她是保护她自己的节目 那也不应该对我痛下杀手啊 我跟她十几年朋友 她都六姓不认 更何况是你 欢姐 你说我怎么办啊 后面还有三条呢 她又再怎么宣传下去了 我真没脸再见我的客户了 我觉得你可以求助邹主任 整个新闻中心 就只有邹主任可以劝百扬两句 而且邹主任这个人 顾全大局 这件事情他是可以平衡的 那客户那边呢 客户就只能道歉 除了道歉也没别的办法了 我自己送上门让客户去骂了 喂 关于杨时平和新磊三号爆雷的所有的新闻 都暂缓报道 白老师 新的刷电单我写好了 还有替补跟上的新闻 杨教授那个新闻下了一整组 只有这几条新闻能不够时间 这为什么到十点之后 就没有记录了 谁值班啊 上午是何老师和春艳 可能那会儿没人打热线吧 为什么十点钟之后没有记录啊 上班的时候脱港这么长时间 干嘛去了 我把他带出去的 你说得对 我接个热线都不及格 但你作为制片人 你更差劲 何欢 你从老孙那出来就买脸了不高兴 一直在批评别人 新闻被吓了谁心里都不好受 稿子有问题有很多种原因啊 你问过现场发生什么情况吗 你有给记者什么帮助吗 你有体系过他们的辛苦吗 还是你自己有什么对策 你不什么也没有嘛 你就不停地在那儿发火 把大家当出气筒 你觉得这是一个团队该有的氛围吗 我是救世论事 不是每个人都是你吧 大家都是普通人 普通人都会出错 都会疏忽甚至都会偷懒 但起码他们要得到尊重和认可 如果你连这一点都不懂的话 人家怎么替你卖命啊 你要觉得我这些热线不合格呢 你可以随时把我开了 但今天这件事情跟春月没关系 所有的责任我来承担 喂 你是拍了一条明星吴诺尔的新闻吗 马上把它剪出来 做今天晚上的头条 树南蜂蜜 这条视频呢 是我手机里的私人视频 你无权使用 你知道今天晚上没有一条能打的新闻的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你为什么要上船呢 因为你知道自己是新闻进行时的一员 对吧 我现在已经不是了 只要曾经是 就永远都是 你喜欢这条视频也可以 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 你说 就你刚才的态度 当着所有人的面 向我道歉 向大家道歉 我答应你 刚才因为我个人情绪不好 导致对大家的态度也都很差 在此 我跟大家说对不起 也郑重地向何欢道歉 向被我粗暴对待的记者道歉 谢谢大家对我的宽容 其实我知道 我在工作上面 还是有问题的 这段时间大家都很努力 但是 确实是我做的不对 我在此 郑重跟大家承诺 以后会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争取做一个合格的制片人 过来 我告诉你 下来一下 你一定会模仿你妈签名吧 签名 这都不会 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就会了 我会 我会 那你呢 下次请假的时候 就以你妈的口吻 打印一份请假条 这借口呢 用头疼 心口疼 或者是肚子疼 随便你挑 最后呢 签上你妈签名 这样老师就不会追究了 对 那我下周就是我肚子疼 再下周就是我头疼 再下周就是我心口疼 但这些呢 还不够有创意 那怎么才能有创意 怎么有创意啊 你可以呢 说你爷爷过生日 你奶奶过生日 你太奶奶过生日 你太爷爷过生日 你家这么多心情 每个过一次生日 你能请多少次下 是不是 你简直是个天才 我只是过脸儿 那你能不能再教我几张 想学啊 嗯 想学的话 帮我把这些菜洗了 我就教你 谢谢师傅 叫大哥 知道吗 大哥 这条新闻 从头到尾都是何患一个人 弄的 他不是在接热线吗 哦 昨天出了点状况 他就顶上去了 是主动的 嘿 哦 这还不错 可以 所以我在想 是不是可以把它 转至记者呀 哎呀 这个呀 这个频道人力资源部 刚刚下发了文件 要求各个部门 精兵检政 新闻中心的记者 只出不进 丁女士 您以往有过恋爱经验吗 有过几次 她的提问 敏锐 细致 亲和中 又不乏犀利 这正是何患的风格 我觉得 她做主播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但是她现在展现出来的 采编能力 已经赶超大部分记者了 再让她做界线员 太趣才了 老邓 如果你也想新闻进行时 能够重现昨日辉煌 我们需要和换这样的记者 而且越多越好的 好 那这样 你写个佣人申请 我这就去频道里 我会找他们 好嘞 这给你 她今天没有资格吃饭 你差不多得了 我自己的儿子 我心里有数 你有什么数啊 你知不知道她根本不想去 什么财商训练营 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让她去 她跟我说那个破地方 每天就教她 未来怎么赚钱 这么点年龄 也不仅你教她怎么赚钱 也能够开拓她的思维和眼界 还能够培养他们的领导力 绝对能力 让他们成为 未来的金融精英 而打基础 金融精英 那不就是欧凯哥吗 对啊 欧凯哥就希望自己的儿子 成为他这样的人 但欧凯哥就是个混蛋啊 将军好 我说的不对吗 欠钱不还 抛下你抛下孩子 我说的混蛋有问题吗 先不管欧凯哥是什么样的人 这个课程是非常著名的儿童财商专家 为了培养未来的银行家 专门设定的课程 子墨去学这个课程没有坏处 是没有坏处 那我想问问你 你刚生下子墨的时候 你希望她过怎样的生活 健康 善良 开心 那你觉得现在她学的那些东西 能让她更健康 更善良 更开心吗 这怎么会这样呢 我也不知道 快想办法呀 我已经用了最后的墨匣 但还是遮不住 这个半个小时前 不是好好的吗 哎呀 就十分钟之前发作的 怎么办 就邱主人来 曹导 那个网红直播不都有滤镜吗 能不能给我加一个 滤镜 嗯 我们这是现场直播 跟网红直播是两回事儿 怎么了 出什么事儿了 acknow 邱主人 让赵媛媛上 来得及吗 这妆容都是现成的 这个衣服简单了点儿 但是也端状大方呀 最重要的是前四届的颁奖晚会 都是她主持的 所有的流程她都熟悉 这届和前几届相比 流程变动大吗 变动都是细节 其他都没什么百变 可这次 嘉宾的规格很高 这万一出点岔子 哪怕是念错一个名字 这事就大了 邱主任 给我五分钟的时间 我保证把嘉宾的姓名 头衔 出场顺序全部拿下